如果说这世间真的事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那么神仙的分类着实让人有些苦恼 比如 凤九的小心思成语多半是了解的 但偶尔也猜不出来 毕竟青秋九尾狐的心思可不是一般人能猜到的 再比如成语的一些想法凤九也可以猜到 但是成语又时常对自己的朋友报喜不报忧 因此有的时候凤九也未必能猜到 白钱少晚的心思倒是好猜 主要是因为这两位尊神都是性子直爽不佳掩饰的神仙 看不得寻常小仙的小心思 也不屑用这些小家子气的小心思 因此喜怒哀乐爱恨憎恶都一眼能看出来 总而言之 女仙们的还是相对来说较为直爽的 但与这些女仙有千丝万缕关系的男尊神们可就不一样了 莫冤上神寡言少语 但却对自己关心的是何人了弱之掌 连颂虽然被成语系称为浪荡子 但却对成一片痴情 折颜上神最新医术 常年隐居在尸里逃临 没什么事能惊扰他 除非是白真上识的事情 又或者事关清秋那几只不让人省心的九尾狐 东华帝君一如既往是个只适合挂在墙上的神仙 寻常神仙是清静不得的 但独独对自己的地厚 清秋女君白凤酒柔情浪漫尽献 但这些大的特点四海八荒是都知道的 可男神也是神 一旦坠入爱河也如同寻常神仙 甚至是凡人没什么两样 白宝尽出花样甚多心思甚密 就比如现在 凤酒浅仲林来询问东华帝君的口味明眼人 都知道是在向帝君示好 东华帝君只需要随便说个什么吃食 凤酒做了出来 两人不就和好如初了吗 可东华帝君偏偏不 连宋在一旁有些琢磨不透 见仲林走远了 打开手中的扇子 道 嘴硬有什么好 回头还不是会被心上人甜言蜜语的哄好 可苦呢 连宋对东华帝君还是有些了解的 毕竟相处了这么些年头 要说一点都不了解 那真算得上是连宋的失职了 依着连宋的高瞻远主 稍后凤酒稍微对东华帝君 撒个娇哄帝君 帝君便会立刻喜笑颜开 反正都是要和好的 何必这一来一回折腾众人呢 东华帝君冷冷喝了一声 道 你承日枉我这太成功讨 看来承玉是真的不怎么瞧得上你 连宋好心好意劝慰一番 却被东华帝君这样对 又是观承玉 连宋立刻急了 道 为何这样说 可是承玉给凤酒说了些什么 东华帝君原本一直欣赏着分驼力池的莲花 此刻听连宋这语气 东华帝君连头也不回遍知道连宋是真的着急了 但东华帝君依旧淡然冷静地说道 你既不确认承玉是否有益于你 我看那不如算了吧 你这四海水君可是有不少女仙都倾慕于你的 不如我给你指一个 你看如何 连宋气不过 道 帝君你什么时候对这些事也如此上心了 东华帝君起身 整了整衣裳 转身一本正经地看着连宋道 我只是觉得你最近实在是太孤单了 总来太成功凑热闹 若过些日子我和小白去了西京范境 你当如何 连宋一笑 道 如此说来 帝君对我还真是很关心 东华帝君眉毛一挑 道 那是自然 说道 毕竟你常来 我就不能单独和小白在一起了 连宋常常叹了口气 私存半日 忽然神采一一对着东华帝君道 既然如此 帝君不妨将成衣直接指给我 如何 说完 连宋还觉得意有未尽 而且已经开始想着自己与成衣婚后的甜蜜幸福生活了 来回踱步 情不自禁说道 如此一来 成衣也不用整日来找凤九 我也不用经常找你 如此岂不是两全其美 东华帝君一反常态 笑眯眯地看着连宋 笑而不语 只是看着 连宋或许是过于沉醉在这美妙的幻想里 并未过多揣测东华帝君这反常的态度 还满心满眼以为 东华帝君这满脸笑一世 觉得自己这提议甚好 还向东华帝君道 这个提议是不是两全其美 东华帝君笑眯眯道 确实很美 四海八荒都知道 东华帝君一笑 这没好事 连宋作为一个常年行走 在九重天和一时三天的神仙 自然是知道这些事的 原本兴高采烈的连宋此时心中一片狐疑 见东华帝君一脸笑一盯着自己 又好像不是在盯着自己 连宋心中的狐疑之感越来越严重了 慢慢收敛起笑容 转过头 凤九抱手于胸前 笑眯眯地看着东华帝君 清晨微风和絮 太阳柔和的光线 轻轻柔柔铺满了整个太成功 凤九今日穿了一身淡黄色的仙裙 与白色相衬 显得的灵动可爱又仙气十足 凤九笑着说道 什么时候做的 东华帝君洋装思考模样道 前些日子你不在 我便独自会了图样给只女工 东华帝君顿了顿 瞇着眼睛道 蹬 看来我的眼光不错 凤九甜甜一笑 道 那是 我夫君的眼光自然很好 一来一去之间 甜蜜的气息在空气中流窜 连颂在这中间仿佛一个透明人 但这透明人只是在 东华帝君和凤九的眼里 连颂自己看来 实在是有些难过 自己孤家寡人不说 反倒还要被帝君帝后二人秀恩爱 大清早 早善一口没吃上 结果被这满满的恩爱喂了一肚子 这也就算了 还被东华帝君损了一顿 今天真的算得上是陪了夫人又折兵 连颂暗自感叹着 心里一面承受着 成欲究竟心中有没有他这个问题的煎熬 一面身体上承受着 凤九和东华帝君两人之间 柔情蜜蜜的侵蚀 实在是身心受创 此刻的连颂 只想快快地回到袁吉公好好愈合一番伤口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